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在2007年的武林峰比赛中 白金就曾战胜了当时的张伟丽 不过现在的张伟丽早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张伟丽了 而这个伦干娜来头也不简单 伦干娜曾获得泰国147棒冠军 在前伦干娜已经取得50战42升的部署掌机 可以说也是唯一极具实力的选手 比赛到底有多激烈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欣赏精彩的画面 比赛开始后伦干娜先是以正灯先发之能 不过白金也好不失落马上以低少环颜色 而后双方马上进行了凶猛对拼 比赛才开始没多久 白金就抓住机会以接腿摔将龙甘娜重重爆摔倒地 紧接着白金也连续重拳重击了龙甘娜的面部 接下来在双方对拼过程中 白金再次抓住机会以接腿摔将龙甘娜再次爆摔倒地 而后白金也连击将龙甘娜渐逼到了围城角落 紧接着当双方长斗抱在一起后 裁判已经喊停了 结果龙甘娜又补了一脚顶系 原本以为对手只是无一的 结果当双方再次长斗抱在一起后 裁判又喊停了 但是龙甘娜依旧还是没有停下 又补了一脚 接下来白金也连续重拳重击了龙甘娜的面部 第二回合开始后 白金马上以接腿摔将龙甘娜又再次爆摔倒地 而后龙甘娜更是被白金直接摔飞摔倒了 不过龙甘娜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 马上以震灯将白金踢退了好几步 紧接着当双方再次长斗抱在一起后 龙甘娜又不听裁判的口令 再次补了一脚 这确实也让白金有点生气了 接下来白金上去就是对龙甘娜进行了重拳重击 结果被打散的龙甘娜又再次不听从裁判的指令 又再次补了一脚偷弃白金 这也让白金彻底怒了 而后只见愤怒的白金将龙甘娜压在围绳边缘 以连续重拳重击 紧接着龙甘娜常召白金以连续彻的暴提 接下来在面对白金的猛攻之下 这也让龙甘娜的头发已经被打凌乱了 而后龙甘娜被白金以扫梯直接踢飞了 紧接着再次长刀暴揍的龙甘娜 无奈只能马上又出劳爆动作 接下来在面对已经怒火中伤的白金 龙甘娜似乎一点办法也没有 只能平平挨揍了 双方大战了三个回合 最终白金以绝对又是赢下了比赛 龙甘娜的额头也被白金打中了 全场比赛下来在面对对手的多次偷袭 愤怒了白金爆发 将对手打到披头上话 并打成熊样了 并且也让龙甘娜 气死到中国功夫美少女的真正实力 只能说白金真是好样的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看今天体育赛事 有我大小的相伴 我们下期再会